字幕字幕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我是維瑩老師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最基本你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很多人都會希望把歌唱好 所以就會去找歌唱老師學唱歌 但是其實在長時間的教學中 我會發現大家會忽略一些 最基本你在家裡就可以做的一些練習 那這些練習其實就是會讓你感受到 或什麼其他就是特別有天分的一些原因 那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 這些最基本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首先呢是拍子的概念 很多人呢都會忽略唱歌 其實也是樂器的一種 那既然是樂器的一種的話 所以你在演唱的時候 就要有拍子的觀念存在 那因為現在很多人在唱KTV的時候 就會看那個藍色的那個字幕 所以你在演唱的時候 並沒有讓你的心中 有一個穩定的拍子存在 然後往往呢會看著那個字幕 然後跟著唱 那這樣子就沒有辦法讓你在節奏上去做出一些變化 其實學一首歌的第一件事呢 就應該讓你自己在聽這首歌的時候 讓你的身體跟著打出一個穩定的拍子 讓你可以感覺到一個穩定 而且是規律的速度 一直持續的進行者 那當然不管你今天唱的是快歌 還是慢歌 這個拍子都要是穩定的 那進而你可以在這個穩定的拍子中 默念出歌詞 這樣一來你就可以漸漸的發展出拍子的觀念 再來是呼吸 很多人在唱歌的時候都會很投入 認為你要投入才能唱好一首歌 好 當然這是OK的 但是如果因為你因為過度的投入而忘記在該換氣的地方換氣 導致你可能感覺到上氣不接下氣 那這樣的投入呢 其實沒辦法幫助到你 反而可能會造成讓你明明一首你可能可以唱好的歌 反而唱不好 那其實你只要把換氣的時間都算進去 那這樣子的投入才算是正確的投入 而不會是盲目的投入 那有一個方式就是你可以觀察原唱的換氣點 就是當你在聽這首歌的時候 你可以跟著把換氣點呢 記錄在歌詞上面跟著換氣 你就會發現一旦你有了足夠的空氣的時候 許多的事情就會跟著順暢了起來 那其實空氣呢 本來就是我們在發聲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源頭 你沒有了空氣當然就不可能產生聲音 最後一項呢 就是唱歌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聽覺的敏銳度 那許多愛唱歌的人呢 都會把專注力放在唱這個行為上面 所以就會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 認為一直唱呢 才有辦法進一步 那其實這是錯的 這就很像是就是一個小朋友 他很想要把考試考好 所以他就一直每天很努力的一直做參考書 可是當他做完參考書之後 他卻沒有去對答案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 他沒有去進行檢討這個步驟 那當然更不用說去做到定證這個階段 那許多人呢 對於聽到自己的聲音會感到很懼怕 所以在唱歌的當下 就會自然的把耳朵關起來 盡量不去聽自己的聲音 甚至會覺得聽自己的聲音 會覺得哇 感覺到很害羞的感覺 那這樣的方式 其實當然沒有辦法讓你歌唱的越來越好 所以你一定要試試看 去突破你自己的一些心理的障礙 就是在你唱歌的同時 打開你的耳朵 去仔細聆聽你的聲音 讓你自己呢 可以進入到一心二用的狀態 就是邊唱 然後邊聽 那特別是音準的穩定度呢 可以透過你仔細的聆聽 而去獲得改善 照片 等你 說明 不停 不停 說明 不停 感谢观看